大家好 欢迎来到Mess学院 善解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运算符中的这个比较运算符 那接着呢 我们往下来看 学习一下我们运算符中的逻辑运算符 那首先呢 逻辑运算符运行的结果呢 要不是真要么是假 那接着来看一下 在逻辑运算符中有哪些 首先看到 在逻辑运算符中有逻辑语 逻辑或 逻辑非 包括我们的逻辑异或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逻辑语呢 我们可以通过and 或者是这种形式的and来表示 那它的意思呢 是必须两个表达式都为真的情况下 结果才为真 那接着再往下看逻辑或 可以用竖线 或者是all 同样的是两个表达式中 有一个为真 结果就为真 那再来看逻辑非 逻辑非我们通过碳号 它代表的是一个取反的意思 你给我一个真 加上一个碳号 就变成了假 就是取反意的一个意思 那最后呢 逻辑异惑 我们可以通过xor来表示 它表示着两个表达式同为真 或者为假的情况下 结果是假 那只要两个表达式不同为真 或者假 结果才为真 这是这四个表达式 这四个运算符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逻辑语中 我们来看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当我们第一个表达式 如果为假的话 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现象 叫做短路的现象 因为逻辑语 是并且的一个效果 必须两个表达式 都为真 结果才为真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个例子 可以这样来写 Test5 首先先简单的来打印一下 OneDump一下 True 这是逻辑语的例子 True And 可以通过两个And符号 来代表我们的逻辑语 True 结果为真 接着我一起来打印 True And False 结果为假 那False And True 的话 也是 结果为假 必须两个表达式 都为真的情况下 才为真 那现在你会看到 只有第一个为真 其他的都为假 我们来运行一下 第五个 只有第一个是真 其他的都为假 在逻辑语中 有一种特殊的现象 短路的现象 那现在如果第一个表达式为假了 那整个表达式就肯定为假 那这时候呢 即使第二个表达式是真 是假 都已经无所谓了 所以说第一个表达式 为假 为假的话 造成短路 那我们可以来一个例子 首先来写一个 $i等一个1 $g等一个0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写成一个什么呢 if$i 并且$g 那这时候 echo一个真 else echo一个假 接着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i $g 那这样来看 首先 1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真 0呢 会转换成假 那你就这样来看 1 转换成处 接着碰到按的符号 放到这 0 转换成false 那整个表达式应该是假 所以说 打印的结果应该是一个1 一个0 这样的效果 好 我们来输出一下 可以看到false 1和0 没问题 那同样的 我们稍微复制一下 稍微改一下 再来看 记住 要考虑我们这种短路的情况 好 那现在呢 我写成一个 减减的$i 接着写成一个$j++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分析 同样的按照上面的形式来分析就可以 把之前学过的内容 我们也融合进来了 那现在看到 减减 减减是前队形式 应该是 先减1之后 再执行 那1-1之后是0 0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false 那现在一看第一个表达式是false了 那会把第二个表达式给短路掉 所以说此时整个结果为什么呀 为false 会看到一个false 那在打印$i的时候 首先$i是一个0 那$j呢 因为没有执行到这儿 所以说$j结果也是0 来把它看一下 你看到 你看到false 0和0的效果 这时候就用到了这种短路 那接着我们再来练一个 这次呢我们换一个写法 写成一个 if $i等于一个false 等于一个处 接着呢 接着呢再写一个 if 减减的$i 并且写成一个 加加的$test echo一个 处 else echo一个false 那首先来看 还是按照上面的分析 布尔类型支持次增次减吗 对 不支持 那所以说还是一个处 那第一个表达式为处了 再往下看 那首先又用到了一个test 没有这个变量 此时为 num num支持自增操作 所以说结果是一个1 1转换成布尔类型的还是处 那整个表达式为真 所以说结果是一个真 这样的效果 你看到处 没有问题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逻辑与 记住这里面这种特殊现象 就是短路的现象 那接着我们再往下来看 看一下我们的逻辑或 逻辑或呢 我们可以来看 逻辑或我们可以通过 两个输线 或者是out的形式来表示 同样的 在这里边也有一种特殊现象 短路的现象 我们先把逻辑或的这一种形式来打印一下 看一下 挖 dump一下 写成一个 tru 竖线 false tru 那现在两个都为tru 结果肯定为tru 逻辑或代表 只要任何一个表达式为真了 结果都为真 再来一个foss foss再获胜一个tru foss再获胜一个foss 那现在你会发现 只要有任何一个为tru的话 整个结果都为真 那现在只有最后一个是假的 其他情况都会转换成真 这时候你会看到 三个真 一个假 在这里边也有一种特殊现象 只要第一个表达式为真了 就不用考虑第二个表达式了 所以说就把第二个表达式给短路了 同样的逻辑或中也有短路的这种形式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为真 整个结果为真 造成短路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我们再拿逻辑或 来做两个例子就可以 首先呢 还是$i等于1 $g等于0 接着来写一个 if $i 减减 或是 $g 加加 I扣一个处 else I扣一个处 再来打印一下 I和G 还是按照逻辑语的形式来分析 一看是后这一形式 要管吗 对 不管 1先转换成我们的处 接着碰到竖线 就不用看了 一个表达式为真的话 整个表达式就为真 但是别忘了 1还要减减 所以说现在会看到一个处没问题 那在这打印的时候 $i的结果为多少 对 是0 那$g 没有执行到 同样的 它现在还是0的一个效果 来看一下 你看到 处 0 0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写一个 写两个例子就可以 写成一个$i等于一个3 接着呢 我们再写成一个 等于1 if 减减的$i 或上 sitetype一下 $i把它变成一个king类型 那首先来看一下 I call一个true else I call一个false 同样的用到了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 那现在来写 减减的$i 这时候 应该是 几啊 0 前对形是0 0会转分成false 那现在我需要来看一下 第二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那第二个表达式 你看到我写了这样一个函数 设置变量的类型 把它设置成什么类型呢 king类型 貌似我们peerp中 是不是没有这种类型啊 对 那现在相当于这个手术 是不是做失败了 那此时呢 应该看到一个警告 并且这个函数 返回的是一个false 那现在两个值都为false的情况下 整个表达式为假了 那为假的情况 这时候你会看到false和false 同样的会看到这样一个警告 一个非法的类型传入了 整个结果是一个false 没错 分析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种形式来分析 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逻辑货 那接着这两个搞定之后呢 下面的就简单了 再来看一个逻辑非 取反的意思 通过碳号 你给我一个真 我结果就是一个假 写生一个处 接着加一个碳号的情况下 现在就是一个假的效果 你可以来看 布尔的false 同样的我们再写一个 挖dump一下 写生一个碳号 0 0转换成布尔类型 是不是 false 接着加了一个碳号 整个结果就为真了 来看 布尔的处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效果 比较简单 就相当于取它的反义的 好 接着再看最后一个 这个能用的也比较少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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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呢 我们可以通过xr的形式 来实现 那接着我们来打印一下 只要两个表达是不同为真或假的话 整个结果是 真 如果同为真或假 整个结果为假 那我们直接来打印一下 处 xr 处 处 xr false 接着false 再xr一下 处 这几种形式我们都来写一下就可以 好 那现在看到的结果应该是假 真 真和假的一个效果 好 你看到 假 真 真 假的一个效果 这个逻辑易货呢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 用的不是那么的多 重点是我们的逻辑语 与逻辑货 就像以后我们会经常的使用到 假如说用户在注册的时候 要求用户名 长度和 这个用户名的首字母 有一定的要求 那这时候 必须都满足的情况下 才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你就会用到我们的逻辑语的一个情况 同样的逻辑货呢 也是会经常使用的到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呢 只是简单的带着大家来看了一下这几种基本的形式 等以后到具体的案例中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那这节课呢 主要就学到了我们这个逻辑运算符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四个逻辑运算符来看一下 特别是造成短路的这两种形式 大家要好好的知道一下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